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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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呢 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對於各位做AI研發的朋友們來說呢 這是一個必然會碰到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需要獲得資料 這些資料如何取得 固然是我們先前討論很多 但就算我們能夠合法的取得 其實呢 一定會有一個簽約的問題 資料之間的合作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契約關係來處理 所以我這個主題叫做 資料合作類型與契約注意事項 也就是說呢 資料的合作不會只有一種情況 它有很多種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大致分類成三種 之後呢 我就會分別按照不同的類型去加以說明 但是我們這邊呢 先一般性的去說明 資料的特性 跟其他的東西有什麼不同 首先呢 我們在當代這個AI時代呢 資料是很重要的 資料是很重要的 在2017年的英國經濟學人 Economist 他們呢就有一個專題 那個專題呢 各位看標題呢 就說這個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呢 已經不再是石油 而是資料 所以也就是說 在差不多這個時期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或者我們講一個slogan 常被提出來的口號呢 叫做 資料是AI時代的石油 資料在AI時代 比石油更有價值 好 那這一個 這個觀念 當然 其來有志 好 那 底下你看 經濟學人這個副標題 他說 資料經濟 需要 有關於 Antitrust的規則的新的思考方式 新的路線 新的途徑 資料經濟跟過去的石油經濟不同 好 那過去 我們都知道Antitrust是什麼 Antitrust就是反托拉斯 就是反壟斷 那 這個反托拉斯 反壟斷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制度呢 其實就是石油經濟的時候 就是石油革命 然後呢 會造成一個壟斷 一個石油 挖石油的公司 跟最重要的是 能夠運送石油 他要有輸送的 那個 管路 這些呢 他 擁有了 絕對的壟斷權利 因為 當他做了這樣的投資之後呢 他後面 就可以壟斷整個石油的供應 而賺了很多的錢 所以這樣的壟斷呢 他會造成 阻礙創新 然後呢 不公平競爭 那 所以 當時 就去訂了 Antitrust 反托拉斯法 那現在呢 我們說 比石油更有價值的 就是資料 那不就意味著 資料的壟斷問題 也應該被正視 但資料的性質跟石油很不一樣 所以 不見得 既有的 Antitrust 既有的 反托拉斯的 規範方式 會適合於 資料經濟時代 的這個規範 也就是 這樣的規範目的是什麼呢 這樣的規範目的是 促進創新嘛 希望這個 市場上有個公平的競爭 然後呢 有創新實力 創新活力的小公司 能夠有機會生存 大公司壟斷了之後 可能就會 不想創新 好 他靠著壟斷就可以賺很多錢 那小公司會想創新 可是卻一下子被大公司給 逼死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問題呢 是Ignapis在2017年時候 提出來的問題 可是很有趣喔 在2020年的時候 同樣是Ignapis 2020年2月的時候呢 他這個報道的標題呢 則是 資料更像是石油 還是更像是陽光呢 他問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其實只過了 兩年不到的時間 他問問題的方式改變了 他不再那麼斬釘截鐵地說 資料經濟的時代 資料比石油更有價值 他反而問說 資料 應該把它當作是一個石油 還是當作是陽光一樣 陽光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享有的公共財 自由財 而石油是什麼 石油是意味著 去開發它的人擁有它 別人必須花錢跟他買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他副標題說 The question highlights the many different phases of data 像上面問的這個問題呢 他其實就顯示出了 資料這個東西是具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資料 你會對它有不同的定位 好 那所以呢 我們這樣一個前後的比較 可以發現說 資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 很有價值 但是我們卻不太確定 它應該如何被規範 才是能夠兼顧產業發展 兼顧人權保障等等的一些價值 那麼 所以咧 在前面2020年的這一個報導裡面呢 Economics就做了一個整理 他說其實呢 資料 有人認為它是石油 就是一種可以交易的資產 有人則認為它應該是一個公共財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東西 像陽光 也有人認為它比較像是一個水電 就是一個必要的基礎設施 我們必須把水電做到供應無餘 產業才能發展 那這個概念又不太一樣囉 陽光並沒有人負責生產陽光對不對 但是水電 政府一定有責任把水電做好對不對 那這個 類似的 採取這樣的觀點呢 例如說美國 它基本上就認為 data 就是例如說一個公司 一個網路公司 因為它提供了免費的網路服務 所以很多人就願意 在裡面使用它 而累積了很多的個人的資料 不管這樣的資料 不管這樣的資料是不是真的所謂個人資料啦 不管它是不是真的需要知道你是誰 但是至少它可以有效的透過cookie去連結到知道消費者的偏好跟相關性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是這個公司自己所擁有的資產 它沒有義務 沒有責任 需要提供給別人知道 就像我們現在說的 你去這個 FB下廣告 這個公司 去下廣告 你不會得到任何 它下廣告之後 到底怎麼下 然後這個 接觸到哪些人 其實你不會知道這些資料 因為FB不會願意提供給你 這是它的營業秘密啊 對它來說 這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那一般人也不會有機會知道Google的演算法 它怎麼去決定一個所謂搜尋之後的排序 好 那美國基本上比較採取這樣的立場 而認為資料是一種公共財 是個陽光 應該不是個人的私有財或企業私有財的 那中國當然是個典型的例子 當然中國的資料並沒有那麼陽光 並不是那麼的open 但是至少中國的政府認為 他們有權利把業界所掌握的這些資料 收歸到自己去使用 好 那 在美國呢 也有一些一直非常積極推動open data的 那 他們的觀念也就是反對資料被當作石油 他們認為資料應該被當作一個公共財 可是一個陽光 那這美國式的那個資料是公共財的概念 當然跟中國的方式不太一樣 不過中國是其中一個類型 歐盟呢 則比較重視資料應該被當作是水電一樣的基礎設施 這意味著如果一家電力公司或一個自來水公司 它固然是一家私人公司 但它可不可以自己去選擇 我不願意提供服務給某個用戶呢 不行 在法律上它有義務必須提供 在法律上它不可以去歧視差別待遇 排除特定的使用者消費者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基礎設施的營運者的責任 法律上的責任 例如電信公司也是一樣 所以電信公司 水電等等的基礎設施的供應者 它不可以去做差別待遇 去排除這個特定使用者的權利 因此歐盟比較朝向這個方向 它認為資料很重要 重要到我們應該把它當作是整個產業的基礎 不同的思考方向它就會有不同的發展的重點優缺點 那這邊我們主要就是強調說 像美國他們因為重視資料是一種可交易資產 那它就會覺得我們應該創造一些誘因 讓資料可以被收集被交易 所以我們講過說 像美國他們在發展生意研究的時候 它會讓參與這個研究的人 可以獲得這個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 對它是有好處的 它會知道自己的基因跟可能的疾病風險 這樣就是創造了一個誘因 這誘因使得我們有可能可以收集它 然後他願意給我們相關的資料 那這就是一個市場機制的概念 那像這個陽光論呢 則是重視開放式的創新 如果資料能夠大家都可以接觸得到 當然就可以發揮它最大的價值 也就是越多人去用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就會產生越多價值 資料一定是被用了才會產生價值 資料存在那裡不會產生價值 去使用它才會產生價值 越多人去用它就會產生越高的價值 那這是公共財理論的觀點 而基礎設施理論則是說呢 那我們呢應該最重要要求不同的業者 他們所收集的資料 要在資料的儲存格式上 盡量是可以互通的 那麼這些資料就可以很容易被匯整在一起 所以呢 收集資料的這一方 掌握資料這一方 它是具有某一種責任義務 它讓這些資料用比較統一的格式可以互通 在台灣 現在連不同的醫院的病例資料系統都沒辦法互通 那國外其實也是一樣 那想要讓資料可以被善加利用 你就必須先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呢 他們就會積極地做公共投資 例如說這個歐洲是非常強調所謂智慧城市的建設的 所以有一些重要的大都會的城市呢 它會想辦法透過有效的資料收集 包括在路上的各種的設施 它呢收集了各種的資料之後 會讓整個城市的治理更有效率 那這個都需要公共投資 那些收集資料本身是需要成本的 你必須採購很多的設備 好 那這個說明一件事情 所謂的資料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跟法律有關 法律怎麼定義它 法律怎麼思考這件事 這個國家的政府怎麼思考這件事 所以定出來的法律會不同 因此呢 資料的產生的權利 法律上的rights那個權利就會不一樣 好 那 資料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 我們今天要討論它的價值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要進一步對資料做一些分類 一個簡單的分類 各位做AI研發的人一定會知道一個分類 就是結構化的資料跟非結構化的資料 好 那所謂結構化資料就是說呢 它按照特定格式可以加以分類 那電腦就很容易可以去跑 可以去分析的 好 那這個 只要它是一個Excel可以寫進去的 有欄位的 它理論上就是一種結構化的資料 那結構化資料當然是最好用的 好分析的資料 但是現實中存在了很多非結構化的資料 好 現實中呢 這個 氣象的資料 或很多 這個大自然界的資料 它是非結構化的 你必須要先想辦法把它歸類到一個格式裡面去 所以 把非結構化資料 變成結構化資料 才比較容易去加以分析利用 這個把非結構化資料 變成結構化資料的過程 就是一個加工的過程 這個加工的過程就必須有人做 有人做就是必須要 有報酬 他才不願意做 所以呢 整個資料的產生過程呢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產業鏈的概念 好 你必須要去思考誰來負責做這件事情 好 誰負責做這件事情 就會牽涉到我們今天想要談的問題 叫做資料合作 資料的交易 好 你必須讓這一段的工作呢 也可以得到經濟上的報酬 那麼才會有人願意去做這件事 好 那你要跟他用 透過什麼樣的合約關係 讓他做完這件事的時候 怎麼去計算他應該得到的報酬 這就是現實上 我們現在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個人資料跟非個人資料 就是法律上的個資跟所謂非個資 只要一個資料上面具有直接或間接可識別 這個資料是誰的資料 那麼它就是個資 必須要完全無法識別的 我們才叫非個資 那個資跟非個資的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法律上 個資有個資法的保護 非個資沒有這個差別 所以在運用的時候呢 它的法律上的需要考慮的點會不一樣 第一方面呢 當然我們很多的利用呢 是有個資的時候 它這個資料會比較有價值 我們在利用的時候會比較喜歡有個資的資料 它可能產生的 利用上產生的效益比較高 所以這個也是跟它的價值性是有關 再來所謂即時性跟非即時性資料 有些資料 它其實是在第一時間就取得才有價值 過了那個第一時間之後 它就沒有價值了 舉例來說 一個球迷 他會願意付費去取得這些球賽 第一時間那個球賽的結果 他想知道 幾比幾 光這個幾比幾這個數據 如果是在第一時間知道 對它來說就達到它要的那個效果 那如果不是第一時間 到了明天早上的報紙體育版才看到 那個幾比幾就不重要了 那個到第二天看到報紙就不能只有幾比幾 它必須要進一步有裡面的各種的分析 它才有價值 所以那個資料重點在它的即時性 還是重點在它的完整性 或者股票市場的財經資訊 一個股票投資者 他對於一個資料的即時性是很重視的 我如果比別人晚了幾個小時才知道一件事情 你給我再詳細的資料 可能都比不上你在第一時間就讓我看到那個資料 雖然很簡短 可能只是一兩句話 可是對我來說可能更有價值 所以呢 這個即時性資料這件事呢 在某些情況之下是特別有價值 它的價值來自它的即時性 那麼像這樣的資料 各位去想像 它要如何被收集跟傳輸呢 它一定要運用科技工具 好 那原始資料跟價值的資料 例如說呢 一個AI醫療的研發好了 我們想要開發一個AI 它能夠呢 在看到一個CT或者MRI的 醫學影像片子的時候呢 能夠去診斷 你看它是不是一個病變的組織 你要如何讓它學習這件事 就是你要把幾千張的片子 裡面呢 有病變組織的部分把它標註出來 那麼AI呢去這樣辨識之後 他看這些標註的部分 他就會知道 喔 長了什麼樣子的是病變組織 好 因為你已經標註出來 這標註是需要花功夫的 那麼原始的片子 跟經過標註的片子 當然是標註的片子比較有價值 它對於訓練AI來說很有價值 所以叫它加值的資料 經過了標註等等的加工 有時候是標註 有時候是比如說經過串接的其他資料 讓這個資料變得更有價值 這些呢 都可以提升它的利用價值 再來就是所謂本體資料跟後攝性的資料 後攝性資料 叫做metadata 就是說呢 有時候一個資料 一大堆資料是一件事 可是呢 另一種資料 它是用來把那一大堆資料 進行分類的 有助於你去檢索的 那 這樣的一個小資料有沒有意義呢 它可能更有價值 因為你有這個小資料之後 你對於那個大資料的利用 會更有效率 好 所以呢 我們做這些分類呢 其實是要去說明說呢 資料 其實無處不在 而資料 它可能會有很多的形式 那 這些不同形式的資料呢 跟它的不同價值所在 它的價值建立在某個環節上 它在我們談資料合作 資料交易 和契約的時候 都是關鍵 我們常常講資料很有價值 可是資料的價值到底怎麼來呢 資料的價值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第一個 集合式的資料呢 它的價值並不是單筆資料的加總 也就是它並不是說 一個人的資料有價值 十個人的資料 或一百個人的資料 它的價值就是一個人的資料一百倍 其實不是的 這個概念不是這樣子 那 反過來講 當我們獲得這一百個人的資料的時候呢 它有價值 那個價值不是一個人的資料所能產生的 一個人的資料是無法產生的 這個人的資料 就算它不參與在裡面 變九十九個人的資料 它的價值恐怕也沒什麼減損 通常來說啦 當然如果我們考慮到代表性呢 有可能我們必須考慮 這個 越大的sample 它可以稀釋掉 每個個人的重要性 總之呢 資料的價值呢 這個觀念 為什麼要強調呢 因為我們常常說資料很有價值 因此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的個資應該是很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個資應該是要可以賣錢的 所以呢 如果有人用我的個資就是在賣我的資料 可是他真的賣我的資料嗎 因為 就我們個別人的資料來說 事實上是沒有太高價值的 個別人的資料是不重要的 是它被集合起來之後 才有這個價值 再來呢 資料的收集儲存加工 都是資料 都是價值創造的關鍵 所以我們剛剛說了 很多的資料它是經過加工之後 才產生重要的價值 那整個資料經濟的產業鏈 就是一連串的附加價值創造的過程 那它既然叫產業鏈 它就在每個環節中都應該有它 合理的獲得報酬的機會 我們可以想像 一台iPhone的手機 它的產業鏈是什麼呢 就是 蘋果公司去設計 然後呢 再來呢 它交給 某一家 例如鴻海 去生產 製造 可是鴻海呢 它製造它的時候呢 它需要很多的零組件 這個面板啊 還有裡面的這些被動元件等等的 晶片啊 這些呢 它又要透過蘋果或者是鴻海自己 要去想辦法找來 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它再交給 其實它也不用把貨交回去給Apple 它自己就可以開始配送了 它當然是經過Apple的授權 它就會配送到各個門市去 而各個門市呢 也不是直接賣這個手機 它會搭配所謂的電信門號的續約 來促銷這個手機 那門號的續約 可以讓你手機賣得便宜一點 其實是電信公司要去補貼 這個手機的價格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產業鏈裡面呢 每個環節的投入 當然都應該賺到錢 不然不會有人願意去做這件事 當然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iPhone 實際上呢 Apple雖然它沒做什麼事 它只有去設計而已 跟經營那個品牌 它經營品牌的方式可能是設立了很多的那個展售間 對不對 雖然它只做了這樣的事 最前端跟最後端 但是呢它獲得了整個產業鏈中的最大部分的價值 它獲得賺的最多利潤 中間的很多環節可能賺的利潤不多 好 但無論如何它們一定要可以賺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想了 在資料的收集 我們要花時間 利器 甚至我們要採購設備 才能收集到即時性資料 例如5G的設備 IoT的一些設備 物聯網 那儲存 你需要有雲端 要有server等等的 也是越來越龐大的投資 加工 你需要有人去進行標註等等的加工 或進行資料串聯這些加工 實際上在目前的法律來講 它們並沒有很明確可以獲得的 因為你收集了資料之後 能夠得到了某一種法律上的權利 其實沒有 資料的法律上的權利是非常薄弱 很不明顯的 這就是當代資料法治所碰到的問題 也就是當它做了這件事情 法律上並沒有特別保障它 它既不是一個著作權 也不是一個專利權 它實在不太確定 它要如何可以確保 這個資料提供出去的時候 能夠法律上保障我的權利 獲得我該得的利潤 那資料是因為流通利用而產生價值 所以資料跟營業秘密是不一樣的 我們大概都知道營業秘密的概念 就是說一個企業 它裡面的研發的know-how 或者一個公司 它的客戶名單 它的原料從哪裡來 其實都是它的營業秘密 這營業秘密叫做資訊 而不叫資料 這樣的資訊是機密資訊 它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被封閉 別人不知道 可是資料的價值不是因為它被封閉 資料的價值是因為它被流通 所以資料是因為流通利用而產生價值 營業秘密是因為它被封閉起來而產生價值 所以兩個是很不一樣的思維方向 所以你如果純粹要用營業秘密的法律 去保護前面講的這些資料 那是錯誤的觀念 那是不可行的 好 資料的價值因為使用資料者的不同而有益 所以資料很有價值 那要看對誰來說很有價值 所以使用者不同 他看待這個資料的價值 他願意出的價格就會不同 那資料的價值通常具有雙向創造性 消費者 我們通常講資料很有價值 是說你花錢去買到一個資料 但是不是 消費者本身也常常在賣資料 消費者賣什麼資料呢 你接觸利用網路資料 其實同時也在提供個人的興趣資料 你就使用網路 你覺得網路提供你好多資料 其實你的使用的過程 你也提供了這個網路公司 關於你的資料 就是你花了多少時間 在看什麼樣的網路 本身就是對它來說有價值的資料 網路很多的服務是免費的 但是這個免費不是真正的免費 它是有價格 它的價格就是你的個資 好 那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一個APP或一個媒體它會說 你如果使用我們免費版的話呢 你就是必須要接受我們會出現很多的廣告 如果你願意用付費版就不會有廣告 那這是很合理很常見的一個商業模式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付費就沒有廣告 免費就要接受廣告 那其實意思是 當你免費而看這個廣告的時候 這個公司它賺了什麼錢呢 賺的是廣告收入 這廣告收入 它相對應的就是你的個資 那你的個資值多少錢呢 值的就是這些廣告公司會願意付多少廣告費 給這個公司的那個錢 就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如果願意付錢就看不到廣告 那意思是 廣告公司就沒有辦法把廣告傳給這些願意付費的人 那因為呢 這一家網路公司它已經透過你的付費賺到錢了 它不會再把你的個資賣給 我說的賣當然是間接的賣 就是說讓廣告公司把廣告傳到你的手機免費 所以呢 這中間一來一回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是兩個東西 是等價關係 在這邊登廣告付了多少錢給這個公司 其實就相當於你的個資值多少錢 那也就相當於你應該付費 可以免除看廣告的時候的那個費 價格差不多意思 好 那資料利用的限制 一般的資料我們可以自由的加以利用 沒問題 包括政府的open data 或者是我們隨便可以在報紙上收集的到的各種資料 都可以自由利用 那有些呢 是我們依據契約有人提供給我們的 依據契約有業者提供給我們 這個時候你的利用就有限制了 那個契約會限制你的利用 那個契約會說你拿到這筆資料 你只能做什麼用途 不能做其他用途 你就真的只能做這個用途 再來是有一些是受智慧財產法律的保護的 例如說像這樣的資訊是一個 著作權保護的東西 那你就不能夠去隨便的加以這個複製 或者把它用在商業上的某些用途 因為你是侵犯了著作權 再來受營業秘密保護的 有些呢它是一個企業的營業秘密 它願意提供給你 是因為你是它的客戶 那我們之間會有一個保密契約 你不可以把這樣的資訊再提供給第三方 所以你手上拿到這個資料之後 你利用的限制就是你必須要保密 才不會侵犯它的營業秘密 再來是民法刑法上面 也有一些關於隱私的保護 也是不侵犯他人權利的方式去加以利用 那受個人資料法保護的資料呢 你就必須要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條件去加以使用 我們說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現行一個資料大概在這個架構底下 才會形成所謂我們拿到一筆資料 能夠怎麼用跟不能怎麼用 都是看這些 而其中的法律的部分呢其實是有限的 大部分的資料就是前面這兩類 一類就是自由取得的資料 另一類就是我們依據契約而從某人那邊取得的 而這就是重點 我們所要談的重點就是依據契約而去獲得的資料 它會受到什麼樣的限制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先說一下營業秘密 因為很多人可能對營業秘密有大約的出錢的概念 但是我們把它稍微精確的定義一下 我們有一部法律叫營業秘密法 它裡面說呢所謂的營業秘密是指 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的資訊 所以呢營業秘密的資訊是可以有很多種的 它也不一定只有技術方法喔 它可以是配方 它可以是任何可用於銷售或經營生產 例如我們剛剛講 你這個產品之所以品質比別人好 是因為你的原料用的是某一家的原料 這可能就是一個機密 好 或者呢 你的這個客戶主要是哪些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機密 因為這個被競爭對手知道 它可能就會來挖角你的客戶嘛 很多這一類的呢 或者說像這個仲介公司 房屋仲介公司 它對於一個地方的成交價地段 在以前沒有實價登錄的時候 那就是它很重要的營業秘密 它了解這些資訊 它就比較能夠去促成成交 好 那只要它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它就是營業秘密 第一個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 就是 並不是你們那個業界的人都知道的東西 是的話 那就不會是營業秘密了 第二個 這個秘密性的存在呢 會產生 經濟價值 就是它這個 這個秘密性本身是創造你的經濟價值的其中一個 重要因素 對你的經營來說是重要的 第三個 所有人 這個所有人就是指 持有這個營業秘密的人呢 有採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你至少必須做一些保密措施 好 營業秘密保護的是秘密資訊 一旦提供他方 則必須簽約要求保密使用 否則會喪失秘密性且無法回復 就是說呢 像 台積電啦 等等很多的公司呢 他們裡面的製程 是很機密的 可是呢 可能某個廠商呢 他想要下訂單給你 他在考慮要不要下訂單給你的時候 他要說我要先看你的工廠 確定你們的生產技術能不能達到我的要求 那麼他來看我的工廠的時候 我就必須簽一個保密契約 要求他看到東西絕對不可以提供出去 否則會有很高的賠償責任 那 再來呢 營業秘密擁有者呢 需在事業經營中建立保密機制 否則對於秘密資訊外流 會難以追究他的責任 就是說 你最起碼 像這個 我們講 高科技的公司 他們的製程都是很機密的 所以 員工 要進去的時候 是不可以帶 就上班不可以帶手機 或者公司會另外配發一個手機 是不會有攝影鏡頭的 然後呢 這個營印機 本身也有很多的管制使用方式 等等的 甚至那個 公司裡面的電腦都不會有 USB插槽 讓你可以隨便插USB 就把資料存取 帶走的 這些都是所謂的保密措施 因為 營業秘密的條件 構成的要件第三個 叫做 你必須採取 合理保密措施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這些事情 有一天 你的 機密 被 USB插槽這樣 存著 帶走 你恐怕很難主張 營業秘密被侵犯 因為你的 保密措施不夠 你可能不構成 營業秘密的條件 的第三個要件 所以呢 平常的保密機制很重要 這就企業經營來說 營業秘密當然是很重要 不過我們講資料經濟的時候 資料的概念 就是希望它盡量被流通 才能創造價值 就跟營業秘密是不同的 營業秘密是因為它 極力地保持它的秘密性 它的封閉性 所以創造價值 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絕對不要想說可以用營業秘密來保護 所謂的資料經濟中的資料 這是不同的方向 好 那資料契約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資料是一種無法交付的東西啊 它又很容易複製 很容易傳輸跟流通 它也不具有價值的獨特性 不是說全體價值有我才有這個資料 大部分情況都不會是這樣 那 所以它的資產的性質 跟一般是不一樣的 那資料除了受到特定法律規範之外呢 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可以自由取用的 所以缺乏了 我們去收集儲存加工的足夠的誘因 我們去做這些事呢 我不確定我能夠賺得到錢 好 當然政府呢 在一些公開的場合 裝置很多可以偵測 一些sensor 可以收集各種資訊 這對政府來說是一種公共投資 它可能不需要去考慮 它會不會有回收 政府的open data 把資料提供給業者去做研究 它也不見得會收很多的錢 那 但是政府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希望業者 可以去做相關的資料收集加工儲存 它必須要有相關的誘因 所以法律必須對這一段 價值鏈的創造過程呢 也給予一些合理的報酬 那這個時候資料契約就很重要了 透過契約的設計 我們有可能可以產生收費的機制 資料契約通常是結合了其他目的性 所以在契約中呢 可以明確的界定資料提供與合作的條件 如果契約目的消失 則資料應該要銷毀或繳毀 所以我們多半是為了 例如說合作去開發一個技術 或者為了你提供某一種服務給我 例如說你賣某個設備給我 我呢會把這個設備 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的資料傳送給你 讓你可以monitor 去監控這個設備是不是運作順暢 以及該怎麼優化這個設備裡面的一些參數 那這個東西呢 是有一個目的性存在的 所以我願意把資料提供給你 一旦這個目的消失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那你就不可以繼續保有這些資料 好 舉例來說像這樣子 好 那資料契約呢 它是有些限制的 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契約去排除法律上的義務 各位要了解 契約是兩方談好就可以簽的東西 但如果法律規定不可以的事 並不會因為這兩方談好就變成可以 對不對 所以例如個資 我們不會因為兩方談好 所以就不用管第三人他的個資被侵犯的問題 所以資料擁有者對於個資保護的義務 無法透過資料契約去免除 你一定會要求 拿到資料的那一方也必須遵守 那個個資的保護的義務 以及呢我們會要求對方要尊重第三方的智慧財產權 跟營業秘密 這些在契約中都很重要 契約可能會因為談判地位不對等而產生不公平 這個時候就要由公平交易法去處理 契約一個典型的問題就是說呢 他的條款是可以隨雙方討論去決定 可是呢一定會有比較強勢的一方 你非得聽他的條件不可 他拿出一份自私的合約要求 大家就按照這個簽 不能修 不能修改 那這樣有時候是不合理的 所以像這樣的如果是一個不合理的條款 就可以請公平交易委員會去介入 這就是歐洲很關心的那個問題 就是呢 他們的資料這裡面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資料這裡關心的什麼事情呢 就是公平競爭的環境 資料契約中呢 對於利用權限的約定 僅能適用於原本資料 及關聯度夠高的衍生資料 對於利用者產生的大多數的資料 並不適用 所以呢這個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資料具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資料被交給你去做利用之後 一定會產生新的資料 好 A資料 A把資料交給B B用了這個資料之後 會產生另一批新的資料 經過使用過之後的資料 那對A來說 他對於這個新一批的資料 他有沒有任何的權利呢 好 我們可能就常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用一個圖示 來說明 資料利用權限 跟AI開發的關係 好 假如說你現在有一個原始的資料 他經過加工 標註 像剛剛講的醫學的影像 我們把它做 病理組織的標註 這是一次的加工 然後呢 你讓AI去做訓練之後 AI被學習了之後 AI就產生一個AI model 他就懂得怎麼去辨識出 那個是一個病理組織 病造組織 這又是一個訓練後的資料 然後呢 他會衍生出 所以接下來他就用了這個AI去 去判讀了某些醫學影像的影片 而分析出了這個 哪些是有病 有病變組織的 對不對 他衍生出來的分析資料 對於一個原來提供者來說 這邊就是跟他原來的資料 統一性比較高的 這邊就是統一性很低的 也就是到了後面 其實已經不是原來這個提供者 所能掌控的 不是他的資料了 到這邊可能還可以說是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呢 資料是一個 隨著他的利用 會不斷的產生新資料的一個 一個發展歷程 那大部分的東西不是這樣 大部分的東西是 當我提供給你的時候 那個東西理論上 它就一直是那個樣子 只是要不要再轉手第三人的問題 但資料不是 資料是一個不斷在演變變化的東西 所以所謂的資料提供給你之後 我會透過契約去限定利用權限 其實那個 經常會是契約爭議的來源 契約上的爭議就是 你有沒有超過你的利用權限 問題就是那筆資料 還是不是你當初所提供的資料 的那個問題 另外就是剛剛提到 資料經濟模式中的壟斷問題 資料驅動型的創新 Data Driven Innovation 這是一個現在很夯的一個詞 掌握越多資料的 它就會在整個創新的過程 決策的過程 擁有越多的競爭優勢 後進者呢 往往很難快速的累積龐大的資料 來說短這個差距 這是典型的壟斷問題 但是呢碰到壟斷問題 我們要問 這是一種自然壟斷 還是一種非法排除競爭之後 所產生的壟斷 如果是個自然壟斷的話 其實它不見得是違法的 例如說 當你是第一家去鋪設的油管 或第一家去鋪設的鐵路網的公司 你就會形成一個自然壟斷 因為接下來你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價格 去提供服務 而任何想要進來鋪設鐵路或輸油管的業者來說 它必須投入很高的前置的建置成本 它是無法回收的 它的價格是無法跟你競爭的 所以這叫自然壟斷 它幾乎就是只會有一家業者 或最多兩家業者進來 第三家進來就沒有空間了 因為它就會擠壓到沒有市場的空間 那如果是自然壟斷 它本身不是違法的 但如果是透過非法排除競爭 例如刻意的併購等等方式 那就可能會有違法的問題 例如現在歐洲跟美國都在討論 像FB呢 Facebook它就會去買IG啦 WhatsApp啦 這一類的小型的公司 它事實上可能是一種非法排除競爭 當然這有認定上的問題 我們只是說舉這個例子 他們就在討論 為了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 跟鼓勵創新的活力 要去米平這個資料層面的差距 也就是說呢 我們想辦法讓小公司 也有機會獲得夠多的資料 所以政府要建置可開放商業使用的 大數據資料庫 來提供中小型業者 也可以去取用到 夠好的資料 來進行它的創新研發所需要 例如我要訓練AI系統什麼的 那我如果自己要花錢去收集資料 我一定沒有辦法跟大公司競爭 因為大公司已經收集好很多資料在那裡了 小公司是不可能有機會競爭的 因為它燒錢沒有那麼多錢可以燒 但政府如果建置了 購好的Big Data的這個平台呢 並且可以開放商業利用的時候呢 小公司就可以用相對便宜很多的價格 當然應該也是要付費的 相對便宜的價格去用到這些資料 那麼對整個市場的競爭創新活力來說 是很重要的好處 另外呢也會有一些立法去規範 大型的業者不可以把它 業務上所取得的資料 用在於不當的競爭 例如像Amazon就被要求 你不可以說 因為很多的店家會把他們的商品 在你Amazon上面去賣 然後呢你掌握了 Amazon就會掌握了這些店家 他的這一些商品 舉例來說A商品 他呢當他定價定多少的時候 賣得怎麼樣 當他定價打了多少折的時候賣得怎麼樣 這些呢店家知道 Amazon比他更清楚 因為他們都是在Amazon上面進行交易的 所以Amazon比店家還要清楚這些資訊 Amazon清楚這些資訊之後他就可以說 那我也來委託廠商生產這個A商品 然後用我Amazon自己的品牌來賣 我的定價策略會比你更聰明 因為這些資訊我比你還要多 所以呢 他們就會開始規範 像這一類的呢 他就是大型業者不可以去運用這些 因為他的業務而取得的資料 把它用在不當的競爭 就是反而去欺負 去壓縮 壓迫 你們本來在你這些平台上販賣的這些店家的機會 而你之所以會擁有這些資訊 是因為他們在上面做販賣 然後你運用這些資訊來反過來 把他們給淘汰掉 這些人都會是問題 這是壟斷所造成的問題 那撇開壟斷問題不談的話呢 我們知道整個資料驅動型創新 有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可能擁有全部的資料 有很多的資料一定在別的業者的手上 我們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機制 可以讓大家都把資料交出來共用 所以呢 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怎麼樣去合作 業者不能再像過去一樣 尤其像過去日本的公司 都習慣自己自足式的生產 就是它一條龍 東西呢從最基礎的研發 到最後產品做出來 到市場上銷售的品牌 都是同一家公司的 頂多會有一些衛星工廠 幫它做一些周邊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核心的東西 都在自己手上 這樣的做法呢 產生的問題就是它會像恐龍一樣的 沒辦法適應創新的市場的變化 那美國矽骨最厲害的就是 它基本上只去想設計這件事 後面的所有的生產甚至銷售 都是交給外面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 去幫忙做 所以他們是典型的開放式創新 就未來的開放式創新 就是你必須要與外部合作 來取得更快速更精準的研發成果 那台灣呢 台灣的廠商當然是在 細谷的這種開放式創新的這個生態系裡面 台灣廠商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台灣廠商就幫忙去接單 去做製造 那未來台灣廠商也必須學習 怎麼樣模仿細谷的這個開放式創新 它必須考慮 外部是不是有更好的技術開發能力 很多東西自己做不如找外面的專家做 或外面的公司做 對不對 那哪些技術是核心技術 不應該對外提供 因為開放式創新 就意味著我們要把資料 open出來跟外面合作 但有些不能open 它太核心了 我們不能提供出去 那是什麼呢 你必須把它界定出來 那哪些是可以提供的 以及所謂的可以提供的 這個資料合作創新 會不會培養出未來的競爭對手 這也要考慮這個問題 那資料提供外部利用的時候 是跟特定對象合作還是完全開放 完全open data 任何人只要有興趣 都可以來取得這些資料 各位知道 你找特定對象合作當然是很好 你的資料不會讓太多人知道 但是你找的那個特定對象 不見得是最好的對象 它的開發能力不見得比你好 所以呢 這個也要去評估 是真正的open data 還是只有跟特定對象的 data的合作 資料合作開發的成果呢 全力義務的規劃 如果是簽約的時候 就要簽這個成果的歸屬啊 這類的問題 資料開放是否能夠創造 對事業體有利的商業生態 例如說呢 一個Tesla的電動汽車 這個電動的系統 它呢 雖然有申請專利 但它說它的專利會免費的授權 給任何車廠只要想要發展 電動車系統呢 電池系統 電力系統 都可以來使用我的這個專利技術 那它為什麼要免費開放呢 因為當你使用我的技術 你就等於進到我這個規格裡面了 對不對 越多的車子使用我的電力系統的技術 就會使我的技術的價值更高 或者說台灣也是電動機車嘛 它希望它的電池系統是其他電動機車也可以使用它的電池系統 那它將來可能不是賣機車而是賣電池來賺錢也可以 所以呢 這就是什麼 你透過資料開放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創造 對你這個事業長期的發展來說 一個有利的一個生態 商業生態 這也可以去思考 好 好 那麼 基於前面所講的這些背景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所以呢 我們一定在現在這個開放式創新的環境裡面呢 我們一定勢必要去有一些資料合作 這個資料合作呢 要怎麼樣簽契約 為了促進開放式創新的發展 日本政府呢 就提出了 我們剛剛提到日本過去他們的企業很習慣自給自足式的 一條龍式的技術研發 那他們不習慣開放式創新 那同樣的汽車廠 本田汽車 豐田汽車 不同的汽車廠的整個引擎系統 都是不一樣的 好 他們互相不往來的 那 這樣的一個模式呢 是不利於將來的競爭的環境 所以呢 日本政府就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打破這件事情 怎麼打破它呢 我把資料合作可能可以簽什麼樣的契約呢 我要訂出範本 讓你們業者很快就可以抄 很快可以用 好 那這個範本呢 他們就有一個公告出這樣的東西呢 它裡面分三種類型的資料合作契約 一種叫資料提供型 就是一邊A公司有資料 它提供給B公司使用 這很單純 事實上也沒那麼單純 它也有幾種類型的提供 那我們說就只要是一邊提供給另一邊 第二個叫資料創出型 就是我不是把既有的資料集提供給你這家公司使用 然後規定你只能怎麼用 不是這麼簡單 而是對於將來持續會產生出來的新資料 我們現在先簽了一個約 那確保你可以持續獲得資料 那通常那樣的持續獲得是透過一些5G啦 一些Sensor 一些IoT的機制 讓資料持續被收集 所以傳輸例如我們剛剛舉例說 我如果生產線買一個設備 這個設備到底好不好用 它要怎麼樣去更能夠經過調整它的參數 來配合我這個生產線特殊的需求 賣設備給我的廠商一定也想知道 那我就把整個生產線上使用這個設備的各種數據 都傳送回去給生產這個設備的廠商 它就有可能可以去知道怎麼去調整它 那這就是所謂資料創出型 就是透過生產過程中會不斷產生相關的生產數據 這個設備上面的數據 然後它會持續提供給你 這也會有特殊的契約上需要處理的議題 跟資料共用型 很多的人都把資料提供出來 給大家共同使用 這樣的一個模式 更接近於開放式創新 那這個多方當事人而不是只有兩方 多方當事人為了促進資料的集合價值 而提出資料的共用 像這些模式三個模式 我們會在接下來去分別介紹 這三個契約類型有哪些種模式 跟它的契約需要注意的條款有哪些 那我們就先介紹到這裡 是吧